民数纪第十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 要从他们手中取账 按着富家每支派一根 从他们所有的领袖 按着他们的富家 共取十二根账 你要把个人的名字 写在个人的账上 又要把亚伦的名字 写在立位的账上 因为照着他们富家各组长 必有一根账 你要把这些账 放在会幕里约柜前 就是我和你们相会的地方 我拣选的那人 他的账必发芽 这样我就必使以色列人 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指息 不再达到我耳中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他们所有的领袖 都把账交给他 按着他们的富家 每个领袖一根账 共有十二根账 亚伦的账也在其中 摩西就把账放在 约柜的会幕里 在耶和华面前 第二天 摩西进约柜的会幕去 不料 立位家亚伦的账 已经发了牙 生了花苞 开了花 结了熟性 摩西就把所有的账 从耶和华面前带出来 给以色列众人看 他们看见了 个人就把自己的账拿了去 耶和华对摩西说 把亚伦的账放回约柜前 给那些背叛的人留作证据 这样你就是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指息 免得他们死亡 摩西就这样行了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 他就怎样行了 以色列人对摩西说 我们要死了 我们灭亡了 我们都灭亡了 走进耶和华帐墓的都必定死 难道我们都要死吗